未来是发生在未年膜上皮中种恶性中流,每个人都应该离它远一点,但是现实生活中患有未来的人群越来越多。 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,全球每年新发的未来患者能够高达一百万人左右,其中就有一半的是中国人群,因患未来去世的人群还能够达到二十万人,严重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因此,在日常生活中,不良的饮食习惯,我们是要避免的,如经常吃刺激性、重口味的食物,如烧烤、麻辣烫、麻辣香菇或咸的食物。 还有的是要注意未来发给我们身体的早期信号,看看你都有没有未来的早期信号。 一,胃痛胃胀肠胃的健康,跟我们平时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。 比如你今天吃得不舒服的,你自身还没有感觉到,肠胃就会反映出来,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的症状。 可如果你之前的胃健康状态是良好的,最近也就说在短期内出现了胃痛胃胀,严重的还到了食欲下降。 就要注意,以下饮食的,以清淡为主,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,少油腻,可还没有好转。 反而胃痛的这些症状还加重了的话,且越来越频繁,那么就要警惕是胃癌的早期症状的,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下吧。 胃癌的早期信号,二,销售,乏力。 如果你是因为最近有什么烦心事的,导致食欲不好吃的饭量要比原先少了,从而出现销售,乏力的症状是非常正常的。 还有就是你最近在减肥,那也是正常的。 但如果你是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导致的,而是完全没有理由就出现销售,乏力的这些现象, 很可能跟胃病有关系,严重的还会到胃癌的地步。 所以,出现这种症状时,千万不要大意,为了自己的健康考虑,还是及时去医院检查下为好,胃癌的早期信号。 三,黑便在早上去厕所的时候,或者是你刚大便完后,你有没有观察下自己的便宜? 要知道的是,大便也能反映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。 如果你戴墓,明其妙地出现了黑便,看看今天有没有吃过动物穴,或者是铁的补充剂。 如果没有的话,往往是未来的症状,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,做到早治疗。 这样对病情的恢复会大有益处。 各位朋友,你的肠力健康吗? 有以上提到过的症状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炫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